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长空 上周五美国市场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 亚太股市跌的也不算少 只不过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是出现了更加疯狂的下跌 从目前来看 全球市场正在遭遇黑色星期一 日经指数是跌幅超过了12% 创出了历史以来的最大当日跌幅 并且出现了熔断 韩国市创出了08年以来的最大当日跌幅 并且出现了熔断 相比之下我们的股市还算不错的 我们的市场在下午出现的这波下沙 其实更多的是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 就是亚太股市的一个表现 从日K线图上来看 今天出现了放量的一个新低的走势 那么这样的走势 显然不是说我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更多的是来自于大环境的一个悲观 美国股市出现下跌 包括亚太这些地区出现下跌 资金目前来看并没有说流入到A股 虽然说我们这边确实是一个价值挖地 但是没有明显的资金流入过来 所以我们也只能按照自身的走势结构来走了 这里出现放量下跌 跌破了前面的一个低点 那么接下来就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缩量止跌了 最近连板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了 其实作为短线资金来讲 只要短线一直有投机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市场就可以玩 至于指数至于大盘怎么样 它确实会影响到短线 但大盘出现单边下沙的时候 其实短线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有的时候很多抱团的标的 它就是出现在这种大盘单边下沙的这种走势当中 所以说我觉得短线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来看今天的龙虎榜 首先来看大众交通 大众交通今天的龙虎榜 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因为近期以来大众交通的龙虎榜 基本上都是东才的席位占据大多数 偶尔出现一个国内局员泰州 或者说是中心箭头北京红一芬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席位加上东才霸占了 对吧 但是今天这个龙虎榜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买盘榜里出现了深港江苏芬和国胜桑田路 这两个席位都是买了5000多万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在我看来大众交通这一路走来吧 就是油资来了一波又一波 都吃到肉下车了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都是留下散户在这里面不断的抱团取暖 人气非常的旺 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再次出现今天这样的涨停板 盘后的龙虎榜又显示有新的油资进场了 那么它隔日就理应是继续冲高的一种表现 龙虎榜给到我们的线索就是这些 通过对最近几天龙虎榜分析 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油资发现这里面人气很旺 下跌相对来说概率比较小 那么有新进场的油资来和散户一起抱团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外围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抱团就显得是尤为可贵的 因为它隔日大够率还有冲高的一个动能 但是我不确定它隔日有没有好的买点 这个大家请自行的去把握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综身动力 综身动力今天的表现我认为是比较中庸的 就是下午两点钟之后是有过一波拉升到水面之上 只不过因为当时环境太差了 所以说它加上这个大众交通这边的一个上板 它就直接下来了 最终收盘是负的五个点 这个盘后的龙护榜 我们发现中西店头北京广区门 就是霍家楼这个席位是买了1.13个亿 卖了1.02个亿 竟买入了1000万 机构的席位买入了7700 卖出了2200 竟买入5400 桑田路是买入了4000 卖出了7800 竟卖出了3800 还有一个招商重庆 这个席位卖了5800 通过这个龙护榜的对比 我们主要还是看护家楼的一个操作 这个龙护榜上只能说护家楼并没有放弃 他还在坐梯 还在去引导股价 包括在临近收盘的时候 应该是还有买入的 我只能说护家楼的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努力的去希望打造一个新的容量标的 让市场当中活跃的短线资金来一起抱团 这是他的一个愿景 从今天来看 其实并不太乐观 因为最终收盘是下跌了5个多点 这种标的如果说隔日不反包的情况下 那么他就会陷入短线的一个调整 不过还是有一定反包的预期的 因为这样的龙护榜出来之后 很多喜欢看龙护榜的这些短线资金 他们发现护家楼没有走 这应该是加分项 另外低空其实走成这样 我认为还算是比较不错了 因为今天整个大的环境确实是非常差 终身动力在整个低空方向的地位也是有的 如果说他隔日来一个强势反包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低空方向最强的就是终身 一下子就会吸引非常多的短线资金来抱团的 当然你要说像海植像万峰这些 他们在隔日走前的话 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低空方向的领导标的呢 也可以 因为之前这三个也是来回的争夺的 只不过我认为现在终身站出来会更加合适 他现在的地位应该是高于万峰高于海植的 一个股票能不能走出来 最终取决的因素有很多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个都不可 这个龙虎网上告诉我们就是 呼加楼还在努力 他没有放弃 有实力的游子席位认可这一个股票 这一条因素是还在的 但至于他最终能不能走出来 就看市场当中的一个博弈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吧 感谢各位点赞的朋友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